四楼厨房地板 整个就这样塌落到三楼来 碎石 砖瓦 瞬间砸毁三楼的厨房设备 物品跟着掉落到楼下 钢筋裸露 一切看来岌岌可危 然后我刚上床 滑个手机的时候 他就掉下来 他就是有碰一声 然后我就看到天花板 感觉他掉下来 我就滚下床 他就没事这样 回响风塌一瞬间 屋主儿子压不住惊恐 好在当时人在卧室 落在厨房 后果难以想象 而他的母亲也是好运 天花板掉下来时 正好弯下腰在桌下捡东西 直接被困住 好在公公健壮 徒手搬石块 把媳妇给救出 背部受了点伤 没有什么大碍 他自己本身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房间里 是那个天花板崩落的 那个房间里 公公是在外面客厅那边 地板为何塌陷 四楼贯穿三楼 原来包括住户和邻居 全都心知肚明 位在桃源龟山这栋名宅 原本就是海沙物 都根还在谈 没想到楼就塌了 看看四楼室内 天花板的钢筋 炸出垂落 水泥几乎完全脱落 清楚可见钢筋结构 另外室内的瓷砖 浴室也都出现裂痕 情况非常危险 目前相关单位 已经进入协住 而住户已经全部 前往亲友家赞助 不敢再住 就是这样 严禁宇谈不得